台美9号援引台湾防卫部门的通报称 山东舰航母编队自8号下午起 沿所为海峡中线以西 由南向北航行 岛内媒体称 这是山东舰首次在完成远海长航后 未返回海南岛驻地 而是进入台湾海峡继续执行绕台航讯 台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到处端倪 称从中看出山东舰航母机动速度变快 成熟度也增加了 台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 9号在一评论节目中表示 山东舰航母一直在西太平洋 靠近台湾东部的海域训练12天 就代表它的节奏很快 不会待太久 直接就可以转移 随后通过巴士海峡由东向西 然后进入台湾海峡 在由南向北通过 张延廷指出 山东舰考虑得很周到 节奏快 因为航母并不是一艘 而是整个战斗群 有导弹驱逐舰 护卫舰 综合补给舰 水下还有潜艇 是一个大的打击群 台湾海峡是狭窄的海域 最窄的地方也只有140公里 可见山东舰信心很够 不用左顾右盼 瞻前顾后 要通过哪边就通过哪边 至于有没有压到中线 已经不重要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它沉重度增加了 机动的速度变快了 作战的节奏它也有掌握了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它用兵对台湾海峡 它的海空优 这一方面的控领 它的成熟度慢慢增加了 这是我们要去留意的 台军推议将领 立正杰则认为 山东号从西太平洋过来 又从台湾海峡绕上去 具有警告台独敲山镇虎的浓厚意味 立正杰9号在一政论节目中表示 本来以为山东号航母要从西太平洋回去了 结果它途经台湾海峡绕上去 可说是敲山镇虎 立正杰指出 山东号总共带了9艘军舰 共512座垂直导弹发射警 其舰载机训练 一天起飞47架次 每一架歼15可以有12个挂架 山东号在这种强大的导弹武力之下 美国可能都要让它几分 何况是台湾 此次演讯警告台独敲山镇虎的意味 比较浓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